本港楼市继续上升,市场预期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很快会创下历史新高,其中一手市场大旺,沙田大围站上盖项目拍奥装收预3万票,应97后票黄。林郑Plan及发展商提供高承诉案揭确实对市民换楼有帮助。 不过大家也应该留意到新盘的特定个案有上升趋势,而特定的主要原因往往是高估了自己上汇能力。 银行或发展商旗下的财务公司拒绝批出案揭,准买家未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更多的首期或担保人,又或者他们的卖楼计划出现变数而无奈取消交易。 最近不者亲身了解过有关换楼所遇到的问题个案,A先生在年初时买入一个新盘三房单位。 今年年底前成交,因此当时签了林约买新楼后,便开始委托地产代理放售目前由他太太名义持有的自住单位。 虽然近几个月流畅旺,出现价量齐升的情况,破顶成交时有发生,但令A先生感到意外的事。 过去几个月预约看楼客不足十早,A先生及太太现时居住的单位属两房间隔的市驱盘。 轮近地铁,而且楼零新,亦非凶宅或凶宅同层,银行股价介乎1200万至1300万元。 怎样看都是优质单位,但实情是他正在面对有价无市的困局。 主因一手市场有发展商提供高乘数按揭,抢去不少购买力,同时A先生亦要面对二手市场的竞争。 楼价高于1000万元,银行只提供五成按揭,能买得在的买家实力较强。 基本上与1000万元以下楼盘是两个不同的市场。 出售的难度相对较高,而就算是1000万元以下的二手物业。 如果业主比较深红把定价调高,那高追的买家亦不如想象般多。 就算A先生愿意把单位降至1000万元出售。 准买家也可能要面对按揭证券公司拒批的风险。 理由是成交价过分低于股价,令人怀疑是桌底交易。 即1000万元以上的差额未有列明在合约上。 若果政府日后再调高按揭比率,A先生的单位将会率先受惠。 现时二手物业的八成按揭始终受限制于1000万元。 故此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。 有预测指政府会再放肤按揭上限。 不者认为机会极低,因为现时楼价正有破顶之势。 此刻放宽在非火上加油,相信政府会等到楼价出现调整时才会再次出手。 不者估计A先生最后都可以成功卖楼,但价钱可能介乎1000万至1100万元之间。 而买家可能是有较强实力。 不需要高乘数望揭的投资者。 不必要破限不得的。 不需要量的投资者。 不需要被订阅,不需要 pointer堆像你侦费由各种转的也认优的 Sans人员。 不需要otingBㅋㅋㅋㅋ